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我们本节课呢,来带领大家探讨CIA加常见问题当中的字符串 我们本课程呢,所讲解的就是烤点字符串的使用 通过一个例子呢,来让大家了解一下字符串的逆序输出 在大部分的面试题当中呢,除了我们的链表 除了sizeoff,除了cost,以及呢除了类的继承 就是我们的字符串最受欢迎了 也就是说,通常情况下呢,在每一场的面试题当中呢 都会有一到两道字符串的使用 所以说呢,我们掌握字符串的使用 以及呢,掌握在面试当中字符串的使用技巧 是必要所掌握的一个知识点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本节课的课程目的 目的呢,就是让大家掌握字符串的使用 途径的话呢,我们是通过字符串的逆序输出 来了解一下字符串的使用情况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题目 如何将一个字符串在输入后将其逆序输出 也就是说是让我们写一个函数 呃,函数的功能是什么呢? 函数的功能就是将 以给定的字符串将其逆序输出 就这么一个意思 呃,然后呢,我们就来实现这么一个函数 首先的话呢,需要引用头文件 include iostream,然后呢,就是命名空间的引用 using namespace std ok,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来实现函数 函数的话呢,比如说我们为void print 函数参数,比如说我们定义为 char char a ok 现在的话呢,我们就来在函数里面呢,来实现它的这个内容 我们 有了char x a 之后 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个for循环 来将其逆序排列 当然呢,首先呢,我们需要定义中间变量 比如说我们定义 int型的变量i 给它初实化为0 再定义int型的变量g 再来定义一个char型的变量t t呢,就起一个中间变量的作用 ok,定义了之后呢,我们就来 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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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inti等于0 g 等于 stringline a -1 然后呢,让i 小于 stringline a 除以2 除以2 让i 加加 g- 我们来分析一下 首先的话,这一块呢,是初实化 i和g i 它 等于0,也就是说是让它标记的是我们 a0开始的一个字符 而g 比如说是aj的话呢,它标记的是a的最后一个字符 g呢,它等于是stringline长度-1 最后一个字符串 最后一个字符 然后呢 让i 等于 i 等于是stringline 就说如果i它小于是stringline 除以2 这么一种情况下呢 就不循环了 也就要是折半吧 ok 在过程当中呢 i要需要往前加 g需要往后减 在满足我们这样的条件下呢 我们就 来进行逆序 我们有一个中间变量t t 先存储 ai 先把我们ai所指向的字符呢 存储在t里面 接下来 让ai 存储 aj的字符 aj 然后呢 让aj 等于t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我们把ai的值负给t 然后呢 把aj的值负给ai ai呢 现在就等于aj了 然后呢 我们想让aj等于ai的话呢 就是等于ai的以前的值呢 我们就让 把t的值呢 负给aj 就可以了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 循环第一次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 a的第一个字符 和a的最后一个字符 给 交换了位置 交换了位置 然后呢第二次循环呢 i++ j++ 我们就把a的 第一 第二个字符和倒数第二个字符 交换了位置 一次类推 旋环到最后呢 就说不满足我们这样的条件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a呢 就被完全的逆序了 就被完全的逆序了 然后呢我们 进行这个cout a n的l ok 其实呢我们这个参数呢 我们 可以不是这个 x型a 因为我们这里讲的是字符串 的一个 逆序吧 所以说我们这块 可以用指针 当然呢 也可以用这个数组来进行这个表示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这个print 这个函数呢 就写完成了 写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 呃来在 曼函数里面呢 我们来调用它 调用的时候呢 首先呢 我们定义一个 x型的数组 a50 a10吧 a10 然后呢 出书画 memo set a 0 size of a 也就是说是把我们 a当中的 所有的字符呢 都出书画为0 ok 出书画了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接收 呃 用户在键盘上 所输入的字符 就c用 调用c用点 gatline a 10 第三个参数呢 比如说我们为 反斜杠N 啊 斜杠N吧 ok 现在呢 我们的这个A呢 已经有了 呃 数据了 有了这个字符了 然后呢 我们就 调用 print函数呢 把它输入出来 就这个print 将我们的A呢 作为它的这个参数 传进去 ok呢 呃这个实现起来呢 呃比较这个简单 然后呢我们来生成一下解决方案 然后呢我们来生成一下解决方案 ok 生成完成之后呢 我们来按住Ctrl F5 越行 好的我们来按Ctrl F5 首先呢我们来输入呃自负串 输入自负串 比如说呢为这个A D S D F G H G K L 我们输入了9个字符串 啊输入了9个字符 比如说我们再输入一个Z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我们看一下呃 与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呃首先呢他这个Z呢 呃不见了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我们定义了呃定义的这个A数组呢 呃他能存10个字符 但是呢他还有一个预留了一个字符呢 是空的呃最后一个就是结束符 所以说呢我们在输入的时候呢 只能输入9个字符 还有一个字符呢是回车 Enter也就是换行就是就是结束了 A S D F G H D K L 然后呢我们再来按Enter 这样子的话呢它才是正确的 我们看看一下LK D H G F D S A 他完全是逆序了 完全是逆序了 好的我们在进行数呃字符串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记得字符串最后含有一个呃终结符 哎还有一个这个终结符 这是我们字符串呃学习当中呢所需要注意的一个知识点 我们这些课呢主要是通过一个逆序算法呢 通过一个逆序算法 来呃了解一下我们对字符串的简单的操作 当然也是起到一个破砖掩域的作用 好的呃对于我们呃这个字符串的使用呢 呃经常考的一个知识点呢 也就是说是我们字符串的逆序输出 呃当然呢呃刚刚呃毕业的学生或者说是没有什么工作经验的学生呢 在面对我们这一个考题的时候呢也是有时候也是比较的茫然的 所以说呢我们有必要在这里给大家进行讲解清楚 呃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如何来进行对字符串的逆序输出的 好的呃我们这些个这个内容呢呃就暂时呢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最后呢我们来分配一个呃作业 呃我们本节课呢是对字符串的呃逆序输出 我们的作业呢就是说是呃输入一个字符串 并且呢 把小写字母改为大写字母输出 这个考题呢也是我们经常所考的一个题目 所以呢希望大家呃下去以后呢自觉的完成我们的作业 好的呃这是我们对字符串的知识点的简单的讲解 呃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